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諮詢報告》 今集邀請到市政署代表陳榮祥先生上來的節目 陳先生 你好 食安教育方面 市政署編制了一套多餘民版本的食品安全五要決 ABCDE教材 麻煩你介紹哪套教材的構思和目的 為了有效降低本露食原性食病的發生 進一步提升食品業界和市民食安防護意識 市政署食品安全廳參考了世界衛生組織 WHO倉道的食品安全五要點 並結合本露餐飲料的現況 特別編制了一套食品安全五要決ABCDE教材 分別有中、蒲、英三個語文版本 透過簡明意記的ABCDE 五個英文字母入手 讓社會大眾輕鬆掌握食品控制的要點 並且靈活運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防止食物中毒事件的發生 合力降低本露食品安全的風險 那想問一下食品安全五要決ABCDE 包含哪五個食安的要決呢? 食品安全五要決ABCDE簡明意記 當中包括A. Avoid 是避免的意思 要做到避免交叉污染 謹慎處理 妥善分開生、熟和即食食品 B. Buy 是選購的意思 應該謹慎選購 向信譽和衛生狀況良好的店舖選購食品 選購時更要細心留意食品的狀況 C. 是包含三個字Clean, Cook, Completely 意思就是保持清潔、徹底煮熟 擁有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 時刻保持相受清潔 食品必須徹底煮熟 以及保障食品安全 D. Danger 是危險的意思 應該避免將已腐壞的食物放在危險溫度大 即攝氏5度至60度之間 在這個範圍中 適合微生物的快速生長和產生毒素 澳門天氣溫暖潮濕 所以處理食品時候 應該謹記食品存放的時間和溫度 確保食品在供應和食用之前不會變壞 最後是E. Efforts 意思就是努力 要做到努力地維護本土食品安全 是有賴政府、食品業界和市民、各方持份者共同努力 正如聯合格在今年的食品安全日 將主題定為食品安全與每個人息息相關 就是希望突出任何人都要對食品安全負起責任 無論你是參與食品的生產、加工、運輸、零售 或日常烹煮等任何一個環節都應該刻盡幾任 將正確的食品安全知識落實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之中 共同維護食品安全 市民和飲食業界可以透過甚麼途徑 去學取更多有關食品安全誤要缺ABCDE的教材資訊呢? 食品安全誤要缺 在食品安全資訊網 以及食品安全資訊APP 均設有中、蒲、鷹三個版本的專頁 介紹和相關連結 當中包括宣傳單張動畫短片 更讓不同語言文化背景的人士 都可以隨時查閱和掌握學習 今集謝謝陳生介紹 謝謝 節目時間到了 再會 讓我來 謝謝 Mr